欢迎来到PVZ资讯频道 只要发现一手资讯 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希望能送出手里免费的长按点赞三连 回归正题 根据植物大战僵尸2官方发布的爆料 新神器和新植物的能力被放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 水枪神器 回忆之旅可以白嫖 主动技能 在每行喷溅一条强力水柱 持续若干秒 击中僵尸时会推动僵尸 推动的巨人僵尸越多 推动的效果越弱 盲猜效果和莲藕的水柱差不多 还有元素反应 僵尸会被上水 僵尸会滴水 还会减速 如果被冰属性攻击时就会冻结 第一反应是原神凯子哥的冻结吧 老实点 这个如何 除了给僵尸挂水 还能给自己植物挂水 效果是给植物增加攻速 并且不与芦荟的效果相叠加 被动技能一 提升冰系和水系植物的攻防属性 被动技能二 每隔一段时间 像神器前方三列的植物挂水 效果也是增加植物攻速 被动技能三 增强水柱的推力 主动技能每秒可移动的距离增加 可推动的巨人僵尸更多 第二个 黑洞神器 神器礼包限时投放 也就是课金 主动技能 选择场上任意一个格子 释放黑洞神器 在该格生成一个黑洞 吸引场内全场范围的僵尸 持续若干秒 距离黑洞越近的僵尸受到的吸引力越大 僵尸体型越大受到的吸引力越小 被吸到黑洞中心的中小体型僵尸会被秒杀 大体型僵尸会受到高额伤害 或许可以在无尽里清理小僵尸 被动技能一 黑洞消失时 会在释放一轮引力波 将附近的僵尸向黑洞中心拉扯一小段距离 被动技能二 每隔一段时间 在地图右侧5x5区域内存在僵尸的随机一个格子内生成小黑洞 将3x3范围的僵尸向中心吸引 持续若干秒 如果该区域没有僵尸 就要等到第一个僵尸出现在右侧第一烈石发动 被动技能三没有试玩视频的话比较难懂 我们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 两个新植物的试玩截图 因为属性之前爆料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 从图片来看 机关皇冠化属于是彻头彻尾的换皮缝和植物 能力或许是把柚子和熊果结合了一下 外貌有点类似 红油毛根 机关的样子完完全全就是直接套用终极番茄 顶多给你改个颜色罢了 释放的电球就是柚子的电磁泡摆个颜色 如果以后所有新植物让玩家一眼就看出来是拙略的缝和 那么长久下去肯定要玩 还是那句话 做得好的地方要鼓励 这种摆烂的行为就必须抨击 最后章鱼神器会反场 本期视频内容就这些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和补充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关注评论